1950年10月19日 当志愿军战士们踏上前往朝鲜的征程时 他们将在血与火之中 决定未来近百年的东亚格局 有人说朝鲜是一个依靠着中国援助 才能存活下去的国家 没有中国伟大无私的抗米援朝 便没有此后的朝鲜 但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用鲜血凝成了 伟大的抗美援朝 人民永远不会遗忘 而在中国援助朝鲜之前 朝鲜也曾在我国解放战争中 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援助 这段历史知道的人不多 但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今天博览历史就来带大家了解 在解放东北时期不为人知的朝鲜援中 新来的朋友 可以先点个关注 既方便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解放战争期间 为什么先要解放东北 关于这个问题 早在抗战胜利的前期 中国共产党就将东北 看作是战后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关于东北之争 蒋介石也不甘示弱 在1945年8月14日 即日本投降的前一天 蒋介石急忙与苏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用同意外蒙古独立 以及租让长春铁路 旅顺大连为代价 换取苏联将一切援助 给予国民政府 并且只能由国民政府 接受东三省的承诺 但论对东北的重视程度 蒋介石却并没有将其排在第一位 国民党和蒋介石 关于战后的设想 着力点放在了上海 南京 北平 天津 武汉 广州等大城市上 这些地方是中国的复数之地 也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 国民党六大上 蒋介石六次讲话 没有一次提到过东北 而毛主席的想法却恰恰相反 在毛主席看来 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 只要我们有了东北 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此后延安提出的 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甚至一度想独占东北 就是循着这条思路来的 1948年 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长期苦战 在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之后 到了48年夏秋 东北的战局已经彻底被解放军所扭转 东北97%的土地面积和86%的人口 获得了解放 东北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 尤其是经过东北征战之后 练就出一支上山霹雳下山迅猛的东北虎军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兵力 已发展到了一百余万人 装备得到大幅改善 世纪高涨 几代南下扫清战局 在完成这一切之后 一个在背后默默支撑着解放军 熬战东北的友邻 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就是朝鲜 让我们将时间拨回到1945年秋 解放军首先进入东北 就遭遇了第一个难关 1945年8月8日 苏联宣布对日本宣战 在解决了欧洲的德国之后 苏联红军马不停蹄调往远东 150万苏联红军跨过边境 进入东北 迅速控制了东北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 8月15日这一天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宣告了结束 人民在欢呼雀跃 庆祝这用无数鲜血换来的胜利的同时 局势巨变之下 中国共产党丝毫没有措施良机 早在8月10日 8月11日 朱德总司令连发七道命令 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 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并受降 同时调遣原东北军 以及驻济辽边境部队 向东北进军 而蒋介石给解放区抗日军队下达的命令是 原地住房待命 只允许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 已经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 也没有得知有关八路军的任何消息 当八路军到达东北时 苏联红军一时犯了难 由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 国民党接收东北是合法的 共产党接管东北似乎是非法的 所以苏联红军想了一个主意 建议进驻东北的八路军 对外最好不要叫八路军 把八路军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我们可以在东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在外交上也可以争取主动 于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下令 凡是佩戴东北人民自治军符号的军队 可以在东北各地活动 这是东北民众在沦陷14年后 第一次见到中国军队 部队行进途中 民众情绪十分激动 他们打量着这支熟悉又陌生的军队 在庆祝胜利喜悦的同时 也为无数人的牺牲 与沦陷的屈辱而哭泣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 国共双方进入这片比较陌生的地区之后 都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未知数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先一步进入东北 但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这第一个难关就是装备后勤的欠缺 由于当时对苏联抱有一些 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 认为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苏联 会与我们态度一致 抢先进入东北的部队 必定能得到苏军的善待 并给予军事以及军需 生活物资上的有力支持 所以抢先进入东北的部队 基本上都是轻装前进 没有带足装备补给 后面更是没有 与有着美式重火力武装的 国民党军打硬仗的准备 在1945年9月14日至15日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做出了如下的决定 鉴于东北阔军容易 武器一得 即可抽调华中华北解放区 一百个团的干部架子 赴东北 从副班长到团长 事务人员 政工人员 军配器 不带武器 传便衣 作为劳工到满洲去找东北区 再行发展和装备起来 当下达这样的命令到前线后 某些一线作战部队 出进东北的情况更为糟糕 如冀中军区 新组建的野战纵队 黄寿发布 全纵队共五个团 约一万人 只有2400多条步枪 25艇轻机枪 鱼街徒手 而根据综合统计 最初进入东北的部队 共11.3万人 携带长枪3.9万支 重机枪105体 轻机枪1139体 支弹筒59具 迫击炮64门 徒手无装备者 几乎占三分之二 那么苏联有没有向我军部队 提供装备补给呢 实事求是的说 苏联在东北 对中共实行的是 有限的帮助 它既不能公开的违反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也不希望美国势力 随着国民党军部队 而渗透入东北 所以在种种的矛盾 甚至前后不一的政策行为上 苏联确实给予了帮助 没有苏联的默许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能够抢在国民党之前 迅速进入东北 这是难以做到的 而真正对东北的解放军 有着巨大帮助的 则是一旁默默无闻 一直被视为中国小弟的朝鲜 在继续了解之前 还没点关注的朋友 点个关注吧 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朝鲜在近代 也没有逃过殖民者的入侵 作为日本入侵的第一个殖民地 日本在朝鲜经营多年 而那些不甘受日本奴役的朝鲜人 纷纷来到我国东北地区 他们武装起来反抗日寇 并且之后与中国抗日武装联合起来 在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当中 朝鲜人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朝鲜领导人及其武装 大都在中国东北参与过抗日战争 1945年10月31日 率先进入东北的部队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 由林彪任总司令 东北人民自治军的主要任务 就是在东北建立根据地 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 但对于刚到东北的十多万官兵来说 东北几乎是一个陌生的地狱 东北人民自治军处于一种 其无的困难境地 黄克成曾说 部队经过50多天行军 极度疲劳 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 是困难情况 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1945年11月16日 国民党军攻占山海关 打开了通往东北的路上通道 同年12月至1946年1月 国民党军陆续增兵进攻东北 抢占进入东北这段时间里 东北人民自治军通过发动群众 轻缴土匪 总兵力发展到了27万人 但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之后 这些隐藏在东北人民自治军新发展部队中的坏分子 和收编的土匪武装纷纷叛变 各部队人员普遍减少 一场艰难的战争即将到来 1946年1月 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因为武器装备齐缺 人员减少 东北民主联军在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重火力攻击下 在经过艰苦的四平保卫战之后 被迫放弃长春 吉林等大城市 东北解放区面积大大缩减 除北满外 大部分陷入国军之首 五分之三的主力撤至松花江以北 另有五分之二留在南满地区坚持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保证北满与南满 以及华东解放区的联系 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和中国溢水之隔 两国边境线长达800公里 水路交通紧密相连的朝鲜 就成为了东北交通要道被阻隔情况下 沟通北满与南满 关内与关外的重要走廊 早在1945年11月 当我军向朝鲜方面提出 在必要的时候 把部队的商病员 军属和后勤部队 向朝鲜境内转移 并且有一些机关和部队 需要借到朝鲜转移到北满时 朝鲜方面当即表示 如果你们在战斗中有困难 朝鲜是你们最可靠的后方 1946年10月19日 国民党军兵分三路 向包括安东在内的辽东解放区展开进攻 根据事先制定好的战略转移计划 我军从容地通过朝鲜境内 向长白山区根据地转移 同时将后勤物资 家属和商员转移到朝鲜境内 朝鲜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帮助 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 在日战时期 日军曾在朝鲜北方建造了大量的军事设施和仓库 储备了大量的武器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我军先后从朝鲜接收运输了2000多车皮的作战物资 这其中包括干油 雷管 导火索和弹头的 几乎将日本留下来的城货都搬空了 这里面有朝鲜无代价支援我们的 也有通过物资交换的 除了向中国提供物资 朝鲜做出的最大援助 就是协助转运东北急需的物资和运送过境人员 1946年6月 国民党军占领了中长铁路 切断了北满和南满两个跟距离之间的联系 这条铁路是连接沈阳至长春等城市的主要交通线 如果不能打开通路的话 不仅使整个东北解放区的经济陷入困境 也会对战争中的后勤补给带来严重困难 在多方努力之下 我军在朝鲜先后开辟了四条主要的水路交通线 其中两条路上交通线 分别是安东及丹东经新义州南洋至屠门 另一条是从通化经吉安满浦到屠门 这两条交通线贯穿朝鲜北部 沟通了当时被战争分割的北满与南满 两条海上通道分别是大连到南普 大连到罗金 为了帮助中国完成运输任务 朝鲜不惜停止自己的客运 为中国装运急用物资 根据不完全统计 从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初的九个月内 通过朝鲜北部转移和交流的物资 如煤炭、粮食、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 多达52万余吨 过境人员2万余人 在东北战局没有得到扭转之际 想要安全进入东北进行物资和人员运输 只有借到朝鲜这一种方式 同时朝鲜不仅接纳了东北民主联军 后方医院撤至朝鲜境内 而且还直接参与帮助救治伤员 通化安东失守之后 辽东1.5万多名伤员家属人员撤退到朝鲜 直到通化安东收复之前 仍有5000多人 收复之后也还有2000多人留在朝鲜境内 以朝鲜当时的条件和处境 这么多的伤病员长期分住在当地老百姓的家中 是很不容易的 为此朝鲜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甚至在东北战事最为不利的局势下 朝鲜做出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承诺 愿意接收东北民主联军 进入朝鲜境内进行修整补充 朝鲜甚至愿意提供武器和人员 此后东北民主联军稳定住局面 并没有撤制朝鲜 但朝鲜政府依然鼓励朝鲜人民 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根据1947年的统计 参加东北民主联军正规部队的朝鲜人 就有12万之多 加上参加地方部队的朝鲜人 先后共有25万朝鲜人 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这些朝鲜人民秉承着国际主义精神 立场坚定 作战勇敢 其中第四野战军43军156师 就是一支朝鲜人和中国人混变的部队 曾被授予人民英雄的称号 后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 以及朝鲜方面的要求 中国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 三个朝鲜士送回国 他们分别是156师 164师和166师 这批回国的朝鲜官兵 立过大功者2000多人 授予个人英雄称号的 有100多人 而且80%都是中共党员 在中国和周边各国的关系中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最为特殊 两国人民之间 有着用鲜血与战火铸就的友谊 后来中国不惜代价 进行抗美援朝 也是两国身后友谊的见证 我们总会为 无私的事迹所感动和称诉 而朝鲜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不应该被遗忘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点赞评论转发吧 关注博览历史 重门过往故事 咱们下期再见